號稱全台灣最難訂的餐廳 訂了三個月了耶 哇 直接樹幹餐具上來 現在大家很像在森林中吃飯了 它打造了一個合餐的生態性 這個是一個前所越貴有的體驗 主感的一個享受 它作為來台北出台的第一站 不是工作 是先來吃飯 這是我們的美食四人組 美食四人組 每次來台北就來熬我媽吃好料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吃台北的肉 號稱全台灣最難訂的餐廳的肉 訂了三個月了耶 感謝我弟 你是怎麼訂到的 我就每天上廠茶 就是我被我姊弟佑 她說幫她訂到就幫我全場訂到 我影片有留證喔 沒想到你就真的訂到 因為我就一直看到 他們現在有28個星級祖父 這個災星之旅 我就覺得說好想吃 一直看到別人真的po 就訂到 然後再介紹今天他們的餐具 是跟日本文化很相關的 SEKA它這個公司的不只設計餐具 他們也設計整體的用餐經驗 兩邊吃可以感受到那個文化的氣息 對 第二段 他們現在是2022年第二季最新 從4月開始到6月的最新一季 是和日本的金蛇設計公司合作的一個新的概念主題 然後這個設計公司他們做的是整個用餐的體驗 然後再加上做出他本身對後一期時代的 不管是人文或者氣候的變化 或是做的一些思考的創意概念在裡面 欸 這個我還沒有看到人家分享 因為我之前看到人家分享的都是那個 28個星米淇淋 所以我現在對我來說 今天每一道菜商都來 就是會是那種創新的體驗那種感覺 不是已經在照片上面看過了 三 二 一 乾杯 這個是陰陽湯 右邊是冷的 左邊是溫的 所以我們從中間這樣喝下去 它是不同的風味 這個是未來花 很像是油電混合車的次帶 然後可能未來會有一種特別的花 就像這樣子有不同的花瓣 也都會把它放在這個一口吃的前菜裡面 天啊 好捨不得吃喔 對啊 那麼漂亮 對啊耶 真的好美喔 對啊 看一下 這是什麼 它的花瓣的口感很特別 然後中間是甜鹹甜鹹的慕斯 然後涼涼的那種開胃的前菜 味道很豐富 然後搭在一起非常濃郭 這個陰陽湯的部分 那邊是很像是菇果汁的蔬菜湯 然後左邊就是濃湯 這樣混在一起 就是一下子有清爽的口感 一下子又有濃郁的口感 這也非常特別 日本清酒之神的作品 他已經高齡90歲 有70年的製酒經驗 我們待會兒這個時候拿來配壽司的 超好笑要聽到這個酒的故事 它原本因為開車點的是 五酒精的飲料 結果他決定跟我媽換 另外再點這個酒 不行啦 它這個酒不能不喝啊 你下一次喝就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大家現在來喝一下 不一定訂得到耶 耶 乾杯 這個酒神之清酒呢 它是屬於濃口甘酒的那一種 可是它是很甜味的 跟我想像中一般的清酒 都很嗆辣的不一樣 它是溫潤濃厚的甘味 然後馬上來配生濕壽司 然後這邊還會放大 淋上是昆布油煮成的醬汁 然後裡面還有少許的飛魚卵 今天炙燒半熟生魚鍋收汁的感覺 然後再搭上上面一點一點的飛魚卵 跟昆布油這個軟 會在嘴巴裡面冒泡泡的感覺 會這樣咔嚓咔嚓 然後跟炙燒還有魚的油脂 整個是統合在一起 每一首都是很特別的體驗 哇 直接樹幹餐具上來 然後跟這個搭配在一起 哇塞 上面這個 準備了生的素題去做的餐盤之後 上面還放上了各式各樣森林會有的食物 像是有野菜啊有菇類 那底下的土壤跟青苔是用烤過的茄子泥跟花椰菜去做成的 非常逼真 像藝術品一樣 但就可以吃 那等一下我們就是用這個樹枝刮刀 直接把食材料理刮起來享用 待會還會在大家的手費塗上這個特別的魚子醬 這個是來自日本的一種野菜叫做蒂夫籽 是蕨類背後的種子 來這裡 喔 這是蒂夫籽 真的是香菇肉燥的味道 但它有一點那個牛肝菌樹菇的感覺在裡面 然後這個蒂夫籽吃起來就跟剛才那個肺魚卵這樣 咕咕咕咕咕 它吃起來吃的口感有點強 這個真的是用樹幹來吃欸 欸 可以欸 我原本以為挖不起來 可是可以這樣子挖起來喔 現在大家很像在森林中示範 沒有啊 但是我沒後適喔 是我的小孩 我怎麼覺得蠻南瓜的 他覺得再投下去了 OK 然後下一道料理的概念是 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 所以Chef在料理的部分 他打造了一個河川的生態系 裡面有甜蝦 蘇甲魚 中間有蘑菇 上面有海葡島 海魯筍 就很像是一個河川溪流方面的生態系 以氣之間待會會下了一場暴雨 造成洪水的狀態 那我會淋上醬汁 在這個牌子的時候 這次的主題除了剛才說的 日本的食器之外 也要包含就是祖父 對整個現在全球的社會的環境 變遷的一些關心在裡面 所以材料裡面也有包含就是說 一些海洋的像是蝦啊 鮭魚 還有一些海葡萄的 大家一般都知道說 欸 什麼植物啊 料理 或者是品牌要故事 但是真的能夠有這個故事之外 又能夠用這麼用心的方式 把它體現在食物上 餐桌上 真的是一個前所越未有的體驗 勇敢的一個享受 然後說這個是用醋跟檸檬汁條的醬汁 讓我去吃 他們現在這一道的概念是 弱肉醬汁 就是用醬盤這樣模擬出來 這個很像是 獅子在草原裡面 要營養啊 那個生態系 而且有個故事呼籲大家 就是減少吃魚 是像這樣子 丁杰月師 因為它就是跟整個生態系有關 然後它用的材料是 和牛 再加上頂級海味的牛肉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這道菜 我就說 喔 所以這兩個是生的嗎 喔不是 是上面那個紅色的啊 它是用甜菜跟莓果醬 去調成的紅色的醬 所以它像這樣子反過來 真的很像在吃頂級和牛 而且它的超濃郁的滋味 很少吃到這樣子的 等級的黑味 還有一些火龍果啊 紅洋蔥 玫瑰風味的球在裡面 然後它下面這個是蒸的魚子醬 和牛配莓果醬 真的就是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組合 它這道民主主覺得現在呢 就是在食慾與養生之間的平衡 我覺得這個超有感的 就是以前的人可能在想說 我還要 想要吃 吃不到 但是我們現在反而是 吃太多要減肥 然後要吃得好養生 這個就是把蔬菜跟精類 像是有馬鈴薯 白蘿蔔跟這個葷菇 然後用成這樣子千層 有那種超級食物的感覺 那它精華的部分就是下面這個湯 它這個湯是用雞鴨 就是去熬煮成的濃湯 所以這樣可以搭配的食物 然後我們還用醬的夾子 那湯汁 濃而不膩 而且不是那種 有澱粉在裡面的感覺 是很像滴雞精湖的那種 很豐富的湯 好味 會跟你們介紹 你們挑的刀代表哪一間餐廳 有什麼樣的特色 這是主廚的知名的刀具朋友 那我要選這把刀最美 還可以自己選擇不同的刀 然後每個刀都有自己的護士 我選到了廚神的餐刀 廚神 一位是女廚神 一位是男廚神 我這位女廚神 她算是巴黎當地 歷史上第一位拿到米星 三顆星的女廚神 叫做Ansel Beepin 在幾年前有來過台灣 這個是正在換殼的龍蝦 她在活的時候 她的殼會跟橡皮筋一樣Q彈 那我們經過酥炸後 她的殼就是整隻都可以吃 白酒 奶油 檸檬汁跟魚子醬 從一開始在選餐刀就很驚艷 因為就是說讓我們選之外 然後這每個餐刀都有她自己是哪一個餐廳的主廚 然後最後選完之後 還要給我們一個這個餐刀 世界地圖 讓我們之後可以有機會去搬 因為這些都是主廚他界的朋友 然後毛巾就選到了 是主廚江振成的餐刀裡面最有台灣味 呵呵呵 然後我弟叫我們趕快吃 因為他吃到這個軟的龍蝦 真的很驚艷 馬上就來切 來吃吃看 本日MVP 她這個口感真的太神奇了 因為她的這個餐殼是不是可以吃 跟人家我們在吃酥炸軟的龍蝦一樣 我原本想說原來是不是有個品種軟殼龍蝦之類的 然後不是 不是一般的龍蝦在在換殼的時候 趕快把它抓上去 他是要請蝦農24小時在看 看著他可能有時候可能半夜3點才換 你趕快在那時候趕快把它抓起來 才有辦法吃到這個軟殼的龍蝦 哇 那調味是非常濃郁的 濃郁的醬 但是不是奶油白醬 是酸酸甜甜的那種 加上一點點檸檬汁的那種濃郁的醬 它軟殼的那個皮有酥炸過 所以吃下去就很像龍蝦 但是蝦肉是軟的 但是殼是酥酥脆脆的 因為它的頭部沒有中空的那個部分 因為它正在換殼 所以它會把它的一個塞氣都往外用 然後換完殼之後才會來 因為它的頭部的地方 整個都是龍蝦肉 現在是一道料理 讓你感受到平覆差距 我覺得超有亮色的 它每一道菜都有它想要看好的主題 然後就像我們前面有的小朋友 然後這一道呢就是 一邊是可以吃到整塊牛肉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只有 牛肉底下的油脂跟馬鈴薯 具體現這樣的影響 然後它的牛肉呢 是用乳肉控肉的那種方式 變成超柔軟 一切下去 馬上 就是直接一絲一絲 分開的那一道 很像五花肉控肉 就是沒有油脂的部分 然後這是馬鈴薯做成的泡沫 好強喔 然後金黃色這條是用日本的連龍 跟利子底去做出來的小甜點 這是我第一次吃RAW的餐廳 然後我現在終於沒有了解 為什麼它可以是最難訂的餐廳 那最難訂可能只是一個靴頭 或是什麼 但是它絕對是符合它的價值 因為我覺得它食物已經不是只能用 好不好吃這件事來衡量 而是在這裡面傳遞的精神 然後還有在每個食材 到食器 甚至到餐廳的講究上 都已經是 拚滿了檔次 我現在體會到 一流跟頂級的差別 因為一流可能就會覺得 喔 這個東西比較起來很好吃 這樣子 頂級市我覺得每一道都是 前所未有的視覺跟味覺的想念 我自己會想要每一季都懶 然後就跟媽媽講說 欸 我覺得早上可以聽下一季的 而且我們之前也常常去旅遊歐美系的國家 甚至是日系的國家 我自己知道說 要是我今天是在別的地方 去吃這樣子一整套 在歐美啊 或者是日本 它絕對會超過 目前我們做的6000多塊 因為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拉斯維加斯 好像也是吃一些名店 它就是牛排啊 然後一些前菜那些 就兩萬多 一個人嗎 沒有吧 沒有 就是整個吃 喔 對 一頓要兩萬 對 一頓兩萬多 然後我們是三個人吃 所以也差不多是7000多塊 因為我覺得說那我還不如來吃這一個 這樣子吃下來我是非常的喜歡 也非常的敬業 其實金澤 因為我們今天的食器 都來自金澤的設計公司 所以最後一樣是現做的 金國窗麒麟 那我金泡這個是義太蛋 就是讓它稍微表面解凍 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拍照 它也不會很快就融化掉 講一整片 好看耶 謝謝 OK 那我們這次的RODE體驗就到這邊 其實剛開始來有點烏龍 我想說我一直以為我是來吃那個 災星的餐盤 但是我後來覺得說 現在吃這個也很好 因為那個災星餐盤的每道菜色 也我也都看過了 剛好這次來的時候 每一道都覺得很像是新鮮的感覺 所以覺得說 這樣子更適合我 然後也很開心可以就是 把現在2022年最新這一季的RODE主題菜色 在影片裡面和你們分享 那如果你們想要知道 我弟什麼訂到這家餐廳的話 你們都可以去follow他的頻道 那我今天這集就到這邊啦 我要說話 我要說話 來 老公你表示如何 完蛋了 我覺得吃完這家 下次還想再去 我們得賺更多錢了 讓我們每季都為著RODE努力吧 好 沒問題 GO 我們剛才討論心得的時候 我覺得毛巾講得非常有道理的一句名言 我覺得他讓我知道 吃飯原來不只有味覺而已 而是一段旅程 沒錯 不得了 我們可以去分析 每次都可以去分析 我現在不可以去分析 我們這邊